就因为他先选的风险在 因为他其实包含那一首 其实蓝波都在 所以其实RNG如果是 选择蓝波的话 的确都会给到大树一些压力 可能我认为他觉得南枪这一首 是比九筒有所领先 所以他认为我的野 打野可以去cover上单 因为主要是感觉到 是大树这一首 首先是版本没有那么强势 这个不是很主流嘛 另外一个就是 不知道他是不是觉得 对面的这个九筒 是不是打上五 因为按道理来讲 应该是可以猜得到 麻辣香锅是去打野的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选出了一个茂凯 既不强势 并且也不主流 并且也没有给到说 RNG这边有什么压力 所以说这RNG的最后一首选人 就非常的轻松 对 这一首等于是 一来克烈 就他可以选择一个 康德里上单的 或者他也可以选 就在阵容上面搭配 又很完美的 就是等于这一首 九筒这个猜测 可能我觉得IG是猜得不够准的 因为的确九筒 现在拿来打相当比较多嘛 但麻辣香锅一手 九筒打野也是读出一格 并且RNG这边风格的 这一首三首的错位选人 选了一个瑞兹 也非常的漂亮 后面两首在紧接着班人 对 这样子就变成成 我把我这个 相当于他拿了两个Counter位 我先拿了一个三选 拿了一个瑞兹 然后把Counter我的英雄半掉 那我这个英雄好发挥 然后我把我的Counter位留给了我的上单 而这边你又没有给我的Counter位足够大的压力 就是这个中路和上路这两个英雄选得太舒服了 虽然瑞兹 蛇女是很标准的一个对抗英雄 但他们两个属性还是不同 就这把Luki已经很积极地在线上去压制小虎 但小虎的瑞兹 不得不说玩的6 老司机 特别会开车 你看他几波车都做到了很多事情 对线经验也非常足够 你看几次蛇女 Luki的大招 他为什么会空大 就代表他打的是激进的大招 而不是防守型的大招 他是我要冷不及防地给你一个大招 打到的话就直接可以打击杀的 这是Luki的一个对线风格 但打不出来的结果 那就会让小虎的瑞兹到处跑了 确实RNG现在 在UZI养伤的这个期间里 他们的战术调整非常的迅速 果断把战场全部上移 并且也正好又契合这个版本 但我觉得其实 下一把IG在我的观点里面 他们要针对对面这种双人线舍 其自己线上优势的东西 去给予RNG适当的惩罚了 不管是你去 我觉得IG这一盘的话 应该要给到RNG更多BB上的压力 不能让RNG先选英雄 然后后面的Counter的角色被搬掉 然后后选的Counter位又特别舒服 就感觉了整个男人上都没有 但这首期蓝红方做了交换 对 所以对于IG来说 的确跟上一把的VP 一定会有一些思维上的不同 我们看一下两边 焦点员这一场的新的一个战术的布局 RNG这边还是搬掉了杰斯 IG则是同样的搬掉了青刚 对于Rookie的杰斯的一种 非常大的一个认可 我觉得Rookie的杰斯在LPO来说 毕竟现在胖将军也离开LPO了 就我觉得他说第一可能不太有人敢说 自己要跟争取这个第一的名号 这边前两手搬人 IG虽然是换到了紫色方 但是依然没有变 还是针对于人来搬 搬到了Let's Me 前段时间发挥非常漂亮的青刚影 打儿军变了把露露给搬掉了 把刚刚 因为RNG来讲上一盘是相当于是用蓝枪 交换了来了露露 但这一盘他回到蓝色方以后 他不希望IG来给RNG去做交换 就是这一手他给到压力 就是我把这手搬了 你不用想到你少搬一个英雄 让我搬 然后跟我交换英雄 我先把他搬掉为止 然后再搬了一个狮子狗 那现在我就逼IG这边你搬不搬 你搬男枪 我就拿蜘蛛 你搬蜘蛛我就拿蓝枪 你两个都不搬 我也不选 我选择另外一个英雄 这样子相当于是我交换出来了 我的首选的这个位置的价值 或者是这把直接选蜘蛛 也是有可能 就如果他有一个优先级的顺序 对 我觉得刚刚阿布说的是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我这两个打野都open出来 然后都不选 我去抢另外一个位置 就是一个优先级高的英雄 但这个版本露露没了 然后 他希望打得更主动的话 就是蜘蛛 因为这个版本是 那个蓝枪虽然强势 但是只是说他的伤害 和野区对抗能力比较强 可能拿蓝枪以后 要更多围绕着野区来进行做蜘蛛 那拿蜘蛛的话 就是一个主动权很高的一个英雄 并且这个版本大家都喜欢往上路打 而蜘蛛选出来以后 对于上路的威胁 对于上路英雄的限制 是可以给到非常大压力的一个英雄 对 就月塔能力上面蜘蛛是 打野里面固定 现在是最优秀的一个英雄 是的 IG这边是交换过来了 马尔扎哈和 九筒两个英雄 因为这个时候 首先不知道 打野是九筒 是不是九筒 就跟刚刚RNG在红色方式的一招是同样的 但是区别在哪里 区别在于是 IG这边 你拿了蜘蛛 你不可能再拿蓝枪了 对 所以说IG这两手 这两个选择有一种 同时强两个位置的感觉 就是用换一个蜘蛛给你 然后我换来两个一种 我还有一个上单的一个位置 而且其实说 寻教练KID的九筒 在去年的夏季赛 也是非常流名的 对 我觉得今年春季赛 可能第一个呢 九筒打野的也是他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觉得那把比赛 我是有印象的 发挥的非常的精湛 RNG这一盘的话 也是和上一盘的思路一样 但是这一盘是先选了一个进 在所有的AD都在的情况下 先选了一个进 然后就是给小虎拿出来 一个他的招牌英雄辛德拉 那这样子其实就要逼IG了 这时候我觉得辛德拉 拿的是逼到IG了 你拿不拿艾克 你拿艾克 我就把蓝枪搬了 你就必须九筒去打野 对 你不拿艾克 你拿蓝枪 我就把艾克搬了 这的确RNG这一手去选自己中单 给了IG很大的一个压力 如果说你两边都不弄 我还可以搬AD 这是一个大错位的一个选人 这一手RNG的一个BP 做得很好 选择卢西安 那这样子不出一会儿 RNG要把艾克搬掉 那我们看RNG这边搬什么 RNG这边的话 可能搬比较好的 就是搬 把上单给搬一些 针对于Let Me现在已经搬掉了三个英雄了 对 那这样子的话 感觉九筒去上路的概率越来越高了 但是要RNG普遍打野的 我们看一下 RNG这边搬不搬艾克 对 如果他有再搬一手打野 男枪搬掉的话 那其实他要 就可能只能选挖掘第四种英雄了 我们看RNG这边是想搬了狐狸 还是想给辛德拉创造一些环境的 可能Luki我觉得毕竟还是 RNG的一个中心和新骨 其实这算给予蛮大的一个尊重了 我觉得辛德拉打狐狸的确不是那么好 是 好打 但是 其实等于是舍弃刚刚阿布所说的 就是你可以针对打野这边去做一些文章的一些封锁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看IG这边持续 还是搬上单 这边是对Let Me搬了四个位置 而且小鱼人 现在目前我这OP还没有上单 那现在RNG要想了 最后一个要搬什么 他现在可以有男枪 可以有艾克 不然的话 IG这边下一手直接拿一个男枪也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再给Rookie Counter 让九筒去上 并且现在把那个发条 他想让对面去选艾克 想让对面去选艾克 这样的话选 这样的BP的思路是怎样 就是我不怕你拿艾克 应该不是说让他想着说我不怕你去拿艾克 那这样子IG来讲的话就可以先选艾克 这样子的话 将这个男枪和九筒就还可以保留一个互换的可能 对 也可以选择不选 还是让Rookie最后拿直接拿一个男枪 点了一手刀锋 女刀 选下来了 那这样子的话就应该是九筒去打野 女刀去上路 先选女刀 留了中单康的位 那这样子的话 搬了四个上 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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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怪 对应该是有问题了 这的确忽然亮一个女刀出来 我们都都有点吓死 而且他是先选上弹注 这一盘的BP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BP 选人上的确比较不好选 在紫色方四五拿要拿的时候 第一他要确定我要不要拿艾克 我要是拿艾克来打这个新德拉的话 还保留了男枪和九筒换位的可能性 如果说我不选艾克的话 我可以选择男枪 还依然让Rookie去下路打 如果我想要让自己的 因为对方是先亮中单的 你现在中单可以直接拿艾克 做一个我们常规的一个counter 然后留给上单 就等于是你红方拿两个counter位 但如果你这边 做这样的选择 你想要给Rookie第十手选人 那你等于是上单要先亮给蓝色方看 对 并且他是搬了这么多上单了 你又有一个九筒的 一个摇摆人的一个作用在 的确以逻辑上面来说 选一个 IG这一个第四选选一个 艾克或男枪都可以 就是让九筒去上路 因为他确实搬了非常多的上单了 已经 刚刚这边我收到了资讯 刀妹这边是想选蓝博 没有选择到这个英雄 所以是选出上单 然后把九筒确定在打野的位置 然后中单留给Rookie做一个counter 蓝博就是九筒去打野 那这样子的话 感觉Let me这边的话 还有一个泰坦可以选择 对 Let me这边应该还有泰坦 凯南其实也还在 凯南 泰坦都可以了 对 但如果左边选择 RNG选择一个凯南的话 他们的阵容 整体会变成非常非常的脆 就是你的打野还是一个蜘蛛 所以说选个泰坦应该比较好吧 但是这样中上也就3AP 但你要想对面的强看能力 其实是挺强的 蓝博一个远程大招的缓速 加上他们有蚂蚱辅助 这一手其实蚂蚱辅助拿出来的话 你打分带 你4个人的主战场里面 不一定能拉得掉 那这一场 我们先把前面的重新选出来 对 前面是RNG在第二手 把露露给变掉了 也让最后的第三边 两边出现了一些跟上一版不同的差异 这盘的BP确实两边教练演员是 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BP 对 而且你可以看出来每一次的BP时间 都是几乎到了秒数将近的情况 到最后了 因为确实这一盘的放出来英雄很多 并且选人的位置错位非常的严重 而且KID这边是拿了香锅的 最近比赛使用的比较多的酒桶来克制 这一盘的BP和下一盘必须接下来是两种BP放射 上一盘大家都基本上能猜到 要搬什么 要拿什么 但我还是得说那个细节 那你的双人线MARCH跟MEGAN 要不要跟上一场的GAME命一样 去牺牲前面的抢二千 去帮酒桶拿到这个优势 要不然蜘蛛的前面的刷野速度 还是比你的酒桶快 两边的AP英雄都特别多 对 而且不得不说Lookie的IG的价值太高了 就以我的位置来看 我小虎先选出新的拉这个位置 我们看卢西安的胜率 有点高 有点高 六成 这把IG感觉想打下路 我觉得这边卢西安先选下就是我想打下路 因为刚刚这个位置是 还是要先打对面的劲 对 这边是帮了一首狐狸 对 变了一首狐狸 后面还再加变了一首 小鱼人 对 小鱼人 这边是发条 就两个中单封锁 还是扮掉了Rookie的发条 这期RNG没有像刚刚阿布所说的 就是在用自己的四五片去针对 这可能RNG觉得 给你去分带没什么 并且你中单Rookie拿一个艾克 中后期输出可能没有那么稳定 也是一件好事情 可能就没有在这上面去做考量 那既然IG这边选择上代蓝薄的话 选艾克就没有很好了 因为第一是AP 整体这种AP很多 第二 你就艾克一个点去带的话 这个作用会小很多 所以说从目前情况来看 IG既然选择了蓝薄 那最后一首选艾克的作用就不好了 这边阿涅选择了一个鳄鱼 鳄鱼打蓝薄 还是希望打得强势一点 对 二一加蜘蛛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上野组合 这感觉又要 这个蓝薄 出上路了 然后再配上新德拉推线 可以往上路跑 我怎么感觉这个蓝薄背后一丝良意 对 就是如果你选艾克 那我上中也一样是前期推线的优势 对 就跟上一把的 以及RNG这一周打的两把老干爹会很像 现在描手了一个泰龙AD 确实这个这种AP太多了 需要拿一个AD英雄来打 而且打新德拉其实是有机会拿到推线权的 而且甚至有机会打击杀的 是的 就纯靠操作了 感觉现在的这个泰龙就像是一个AD版的塔里亚一样 对 只是一个是 一个是翻墙 一个是架墙走 这两个不一样 小虎之后看到的泰龙也是把自己的招式技能换成了屏障 这边也是避免要被直接秒掉 然后LUKI也是选择了带进化 带进化的意思就是反杀嘛 你推我 然后我解掉我开打你 不一定大家都丢了出来 对 两边教练带给我们一场精彩的一个BP博弈 是的 这场必须进行的非常的复杂 LUKI也真的是 我越来越喜欢这位选手了 就上一次是对哪一队的时候 5BAN砸在LUKI身上 我最后还是拿得出英雄 还是能打出很不错的发挥 今天这把男刀选择 第一 输出的分配上面符合ADAP比例 第二就是 他给了至少这个上路 就如果选择艾克 我觉得前面他真的是支援能力太差了 他选择泰龙还是多少有一点推险能力的一个英雄 是的 那他选蓝博的时候 IG这边选择蓝博 意味着最后手是不可能再出埃克 对 两边的阵容 而且RNG也没有去选择可能常规的凯然来做一个单段 两边的阵容其实都要透过团战去分出胜负 那对于RNG来讲的话 前期尤其是个蜘蛛 所以说可能野区的主动权更高一点 对于线上的帮助可能更大一点 特别是配合线上的鳄鱼 那蓝博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我们看这一盘的开局 IG这边小孩会不会选择从下往上打 去保一下这个蓝博的前期 但我觉得回到我们刚刚那个问题 上一场是没有蜘蛛的 上一场是男枪打九桶 当然九桶这一把的压力会比上一把的 面对男枪还更大 所以前面双人线要不要去帮我们 帮打野拿到一点优势 两边的一集团很重要 召唤之下午中是有一个符号 第一条又是火龙 两场比赛第一条龙都是火龙 上一场的比赛是被KID一个人给偷掉 这一场RNG应该也会 对这条火龙有更多的一个进攻欲望 因为我觉得照常刷的蜘蛛一定会比九桶来得更早 到上半步 先到上半步毕竟可以抢一个视野 或是先蹲点的一个优势 KID下野 蜘蛛选择带的是雷霆 两边一级的一个位置 以现在九桶来说的确是 可能要开自己的蓝 要往上打了 先放一个眼 然后自己从下面往上打 保一下蓝波 然后蜘蛛也是从下往上打 鳄鱼也是进来 雷兵要帮忙看一下对面起手的一个位置 好了 香锅这边配合小虎的一个Q技能 施起了一个F6 这一盘RNG是帮助香锅这边想失去哪些时间 你们发现两盘其实RNG对于野区的主动权要求是非常高的 这个是曾经我们看过场长上场一场地区用过的套路 但那把其实出现了失误 这把是很顺的 就是秒收掉 五支小的上二 对 上二 过来拿红 下路去上线 就我只留一只大支的F6那个就算了 而且还留了一个陈剑 陈剑拿来打蓝 就是他待会去上半步时间会很早 甚至有机会去入侵九桶的一个野区 二级非常凶 很凶 被追的A了一套 还好最后一个Q数得掉了 难道最强势的带点燃的 就是我看单排的一些套路就是二级闪现 我看香锅的位置 对 他想意到爆破果实上去吗 而且二鱼有给演的 意到了爆破果实上来了 然后冰鲜把爆破果实破坏掉 感觉是把自己破坏掉了自己的去路 正面KID选择过来留 虽然现在二级打这帮三级 但LUKI这边是推线过来做支援 马拉香锅必须有一个闪现 感觉马拉香锅刚才是意上去 没有意到 是直接是蜘蛛形态的意 意到了爆炸果实上去 想去抓这个九筒 没有意到以后想 其实可以原路撤回 可以把那个爆破果实给自己留着 但中路这波小虎成功的一套Q1连 打出雷霆 LUKI的血量不是很多 我再吃一个Q技能剩下只有100多点血 这个爆破果实破坏掉 感觉是把自己的爆破果实破坏掉的意思 感觉这个A 他可能觉得自己可以赢 不过这个眼睛插在了九筒的红 这个九筒就不敢轻易地去打 但因为刚刚太龙被打回城的时间点 小虎这边的蓝号也是将几次空掉 所以马拉香锅也不太敢去把这个红给吃掉 低波的也去入侵 RG有设计 但是感觉拿到的优势并没有那么的大 其实严格上来说还浪费了不少 蜘蛛前面的一个时间 产线也被逼掉了 这末期我觉得RG是亏的 是 主要是二级 很大的差别在于二级LUKI那波凶小虎很重要 他没有 因为自己是一个男刀 所以站在 就是让前面 又打破6次B 让辛德拉去做一个推线 那辛德拉如果这波进来的话 那其实香锅根本不用被打出闪现 他还可以甚至压迫 把KID的状态给打成 是的 你九头两极 凭什么追上我三级的炮 我们看 马拉香锅是一个三级的蜘蛛 在砍到了DUK被晕住以后 贴在脸上的马拉香锅 接上一个一技能的结浅 DUK虽然回身 想利用被动的一个增伤 把马拉香锅给换掉 但没有成功 最后一血 是的 世界也非常好 先用蜘蛛形态的一技能近身 因为它是没有闪现的 对 然后再变成人形态进行之处 主要是配合恶语的两段 一是先给了一个W 给蜘蛛一个贴上 接一技能的一个时间点 香锅跟Lemi的一个上野配合 到我到了Lemi的一些希望 我必须这么说 是 配合度非常的高 并且又没有浪费时间 并且成功率也很高 小虎几波一技能都是给的很关键 如果被Luki利用Q技能 进身打出被动的话 那要爆一大格血 两次的 两场比赛的一血都发生在上路 又是一个Q1连到 打一套雷霆 看Luki的选装吧 有些泰龙对上西德拉会选择 直接出一个隐魔刀 Luki这边是一个药瓶 然后再加上布刀也没有被压制 我就给你耗就好了 这样子把小虎的蓝消耗掉以后 是吃不回来的 就我拿药瓶的血量来换换你的蓝好 对回头我再把血量喝起来 然后但是你没有蓝的话就没有占到你 就我觉得Luki的打现风格 就是我不可能选择认怂这个打法 马拉香锅虽然一开始入行野区是没有拿到成果 但成功的配合上路拿到一个击杀 一血 直接出了一个五速鞋 五速鞋的蜘蛛 这把香锅就是前期把事情 做出 对 做出以后就可以躺下了 后面就可能掩护自己 最早的时候香锅还在定战队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蜘蛛的玩家 并且蜘蛛的英雄非常适合 马拉香锅的风格 对 就是做事情追求线上gank 因为马拉香锅是一个对线 特别敏感的一个打野 又来了 在正面第二次来抓一次没有闪现的蓝博 这波应该叫直接抢越 有六级 雷米 啊 距离不够距离不够 这波交大清没有选择硬抗 主要刚刚那个距离是雷米 一脚伞都控不到蓝博的距离 这波就不太可能上 特别大 这波Duke是有意识到 果然经验还是老道 就凭什么一个蓝博在线上队一队 我要退到我的塔后面 就是已经有意识到 上路这波视野上面的空缺 这盘下路还是打得很温和 也没有什么换血 两边普通也都是差不多 不过这边好像鲁西安受了这波兵 会稍微多几个 我自己打双人线 今天我觉得鲁西安 在对抗 对方有这种高伤的辅助的时候 其实双人线还是 打优势的能力还是没那么强 但他强在中期的这种团战一开始 对于对方前排的这个定点的爆发能力 是的 他主要是叠那个热忱太快了 对 但你对线骑其实你滑上去 你赤道辅助 不管是杰拉或是卡尔玛的反手 其实还是没有长手辅助来的 怎么说 你的换血有风险吧 如果主动的依上去没换成功 两边中路都有蓝博 大幅不刷 你却鲁西安出了引魔刀 对 盘上路那波一起拿完以后 两边也就再也没有找到机会 都是一个打前的一个状态目前 这把IG的上中野 其实烈是没有像上一把那么的大 而且其实 恶语的优势拿到手 但其实是牺牲了蜘蛛 很大的一些补刀 还有装备箱的优势 这把中期蜘蛛会 作用会比团战中比九筒小很多 是的 那这样子蜘蛛的话 我们看钱是非常少的 只能出两个小法术 对方的打野刀都已经出出来了 在视野上面 现在KID也可以为IG提供 额外的一些视野 对 因为一旦要视野 能够看到到蜘蛛 正常到蜘蛛 那蜘蛛这个英雄 前期gank的效率就会下降很多 以前最早的时候 有人拿雷克赛来打蜘蛛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雷克赛可以 一直地洞察到你蜘蛛的动向 那这个蜘蛛就打得非常的难受 走打都可以看到 这波辅助不在的时候 尔根被抓了 而且雷米还把传送给浪费掉了 这个是B死的一个情况 交慢了 交慢了 也没法救的情况下 这个TP也就意义就非常小 如果他是Maj1上的华 这时候交 我觉得可能对方会放掉这个人头 但是这都没办法 沟通上面他可能都还在兑现 这波应该是 敏应该是往自己家中路靠的时候 被河道上面那个眼睛给看到了 是吧 F6右边的那个眼睛 这波上做了一波入侵 我们看这一波 刚要砸起来 招一起来了 太龙先转过来 跑酷过来 被打一套 进化解掉 但是Luke已经是隐身大招 打了一套马上过马上过 血量很低 我们看到小虎的大招还留着呢 记得一 晕二以后 Duke这时候赶过来 又闪现 还是被晕到了 这边二语的做态能力很高 一个Q技能转残两个人 但是Luke就在自己的野区里面跳来跳去 利用自己的W再收掉一个 这边想打爆裂果实走的 再拌一步 Luke往上面弹的话 那应该就是走不掉了 虽然现在是有很高的Luke 能不能反杀一个W 一个高伤 他也知道这个Luke的 Luke的状态的 不敢轻易地上 这波拳套技能打到 Luke剩一点点血弹 也没有倒下 我们看到Ruke那个墙并没有了轻易地去翻 他知道鳄鱼的怒是满怒的 但这一波的话 是和上一盘反过来了 反过来 在上中原的护状 上一盘是NG 0换3 这一波是有IG 成功地打出三个人头的领先 这一波其实在先手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 小虎这边是先手到了Ruke Ruke也是先交了一个进化 血量也被打得很低 然后发现在队友都过来的过程中 小虎并没有丢大给Ruke 包括到香锅那边是溢到了小虎 Ruke的大招是不是拉到了小虎 香锅是溢到了这个Ruke 对 结果Ruke是把大招 结果这个小虎是把大招丢给了 酒桶 酒桶 对 丢到Kidon身上 而且 必须说这个3打3 就显现出蜘蛛的一个疲弱 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能做到的事情不多了 我们看香锅还是在找一个机会 但他已经被看到了 刚刚线上的眼是有看到蜘蛛走过来 所以这波其实没一个位置就是用这个Q进来 在check正面有没有人在蹲点 蜘蛛这波也找不到机会 感觉IG这把前期开得比上一把开得好很多 是的 是一个截然相反动的态度 难道两边的打野都需要酒桶这个英雄 蜘蛛再度的回到野区里面刷一下 这时候蜘蛛必须补一下 发已经落后一级了 这个节奏对于香锅来讲是很伤的 一旦Kid把这个视野做到野区以后 蜘蛛的动态被抓到以后 这个蜘蛛就做不到事情 野区还要被对方抢一下 在等级上也是酒桶这边有一个优势 对 但刚刚因为酒桶没扯 这个大的F6是守下来了 而且泰龙跑起来的话就很恐怖了 现在好像是要配合队友来下路做一波月塔 就是有感受到双人线已经是直接弃塔了 显得弹显然也不多了 这个时候蜘蛛是选择配合辛达拉来一波中路吗 但对方还可以多带一条火龙 蓝波这边已经做出反应 我下路你下路弃塔那我上路也弃塔 在塔下挂一下鸡 那个跟鸡蛋打这条火龙 也是合理的最有效率的一个人员分配 这波大招好过来远远的喷个大招 把塔下的经验跟金钱给收到 这波塔兵不够 但应该可以硬扛一下 有小蜘蛛 两边塔出交换 IG是多赚了一条龙 多了一个一塔的钱 对塔下刀也有差距嘛 你塔下刀双人线是没有捡到的 但是这个是蓝波 哇鸣这边又在野区 正面直接被KID肚皮一顶加上美根的大招 动都不能动双招都在 脚不出来 我看到RNG的整个视野是在上半区的 不管是真眼还是假眼 都是在对面的上半区 在下半区也没有公共资源了 刚才没必要来这边野区做视野 因为也不会出现这边区 这边区也没有什么好竞争的 没有任何东西 其实这把比赛就真的很考验 RNG的一个逆风能力了 是的 这个逆风其实必想象中的大的点在于 两边的边塔换掉了 然后现在可能要进入一个转线期 那你鳄鱼的一个优势 并没有配合蜘蛛打出 就虽然打出一次击杀 拿出了一血 并且主要是这个优势没有滚下去 没有再成功跃倒蓝波 并且也没有说鳄鱼通过自身的优势 把这个雪球滚到其他路上 对 而且更不要说 打野现在这个落后是无比巨大的 这样在团战期的时候 蜘蛛能做到的事情真的不多 还有一个点在于 小虎这边的一个辛德拉的 压制太龙的一个支援能力 也在这个时间已经是消失了 是的 现在战场上面 太龙可能都要比小虎会 找一步到场 这边是蹲了一下KID 但是KID是出了一个水晶靴 感觉 秒不掉 就没有选得上 队友也不在 今天在野区的时候 也尝试过一波大招 知道这个伤害是 打不动有减伤能力的一个酒桶 拿一个睁眼做一下 幼儿 这波吹到KID 就要强抓DW 钉到以后 直接秒掉了 配合蜘蛛的Q技能 对 蜘蛛是下来以后拉开 铭在前面想留一下人 马区开启的 就身上洗力 这边正面都洗在了 鳄鱼脸上并不是太疼 RUKI选择大招进场 瞄准后面残血的一个铭 带走一个人扭掉一个自命滑踩 再翻墙 这个太龙 哇 这边的鳄鱼很生气 一套伤害直接把卢西安给斩掉以后 再一个一贴上去再次拦过到来 尔宇这边感觉要被烤熟了 最后Q技能回了一口血 但还是被DUKE的一个电钻给钻死 正面看一下 RUKI还想留一下 有墙可以翻的 但后面 因为对方的外塔还在 所以这个位置RUKI也没有深追 刚刚RUKI在野区那一波操作 把一个太龙跑酷的一个 哇 OB来不及待 左边出现一个惨案 马拉桑龟应该是回程慢了 被RUKI给抓到 RUKI是闪现过来杀了吗 交了闪现 应该是闪现 把这个双buff给拿到了 那这样子对于IG来讲 现在拿到一个很大的优势了 虽然说经济上只有3000左右 但是中野的优势现在已经非常大了 我们现在这一波 这一波是先埋伏到了RUKI 然后交了所有的技能 把RUKI秒掉 把这个KID秒掉 这时候马吉是开了上枪洗笔 然后拉掉 这时候蓝波其实还 蓝波的TP是不是取消了 他在走过来 但蓝波现在局面一直都是RNG 这个时候RNG都还打得不错 对 但是蓝波已经赶到正面在场 雷米后面那边追Megan 追出了一个事情 而且RUKI一直在左侧找机会 这边就已经交闪现了 闪现一个W 后面应该是翻墙去击杀那个蜘蛛 但我觉得能拖到那个时间就是泰龙进场以后 大招现在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方式去看到 除非你用红视频去扫这个红色的这个影子 感觉那部RNG的走位是觉得泰龙只是大招往后退 不知道他往自身队伍的后侧去把残血的一个卡尔玛给捞掉了 泰龙又来了 大招翻过去逼出一个闪现 这波闪现是同时闪掉了RUKI的进场以及KID的一个大招 赢这波闪现还是可以 上台已经要被MARCH给点掉 下路这边 哇 单打 DUKE成功地报仇 上一场被压制到底 这一场是单杀掉了RUKI 这波为什么RUKI会死在刚才那个地方 我也挺好奇的 死在那个位置 没道理 对啊 并且蓝波闪都没有交RUKI怎么就死了 并且蓝波有大的 对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很奇怪 那看这一波 这一波是一个阅线 然后被一个 回去想砍一下W 砍不出来 被逼到一个太尴尬的位置 也没有意 然后就被活活烤死了 最后一转好的时候来不及转过去了 这一波是一个失误 对 它是不是以为有爆裂果实 那个走位走过去很像是要点爆裂果实 那个果实还没生 但它没有地方可以走啊 那个身边是对面的它 那这样子的鳄鱼对于RNG来讲 有点不好的消息 就是上路这个鳄鱼慢慢打不过蓝波的话 那这个就更难了 对 你鳄鱼的作用就很低 Duke这波也是很稳 大面具还没出 先把金鱼给掏出来 看这波是泰龙在选择和鳄鱼带了 就现在你蜘蛛跟鳄鱼想杀这个蓝波是很难的 是二级的泰龙 Duke很稳 RNG现在必须要被迫防守 现在上下路的兵线拳 鳄鱼应该是推得动这个泰龙 但它也不太敢深推 对面过来夹它的能力很高 而且更不用说像有个武术鞋的霸材 在全场游走 是的 由于蜘蛛和辛达拉的存在 我们看到IG这边的蓝波酒桶和泰龙都选择了水鱼鞋 三个水鱼鞋 第二条的一个火龙时间 IG也是把握得非常的紧 这波是有蓝波的正面战场能力 所以IG也选择了放弃掉第二条火龙的一个战斗 这样子两条火龙再加上现在场面的一个局势 对IG这一盘能够拿下来的游戏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铺垫 对 经济的优势加上两条龙的一个属性 IG的前期节奏是挺好的 现在进入一个分代期 主要在于RNG这波的这个阵容 在打团上面也没有特别的厉害 除非小虎的大招能把C位直接打死了以后 还可以用1技能去推到很多的人 然后鳄鱼的进场也要变得非常的重要 甚至还要可能阳攻一波先把蓝波的大招给骗掉 这么多的条件要满足RNG的团才好打 他打一个特别完美的团 对 难度很高 这把麻辣香锅的蜘蛛武术鞋 前面是有为团队打出了100%的一个参团率了 但IG的反手都是做得很好 这一盘和上一盘相同的点就是在于 在于说前期的那一波是中上野的3v3的一个对抗 插出了巨量的变化 下路前空已经回到续空里面了 是的 大龙要出来了 对 睁眼这个位置看到对方两个人 蜘蛛武术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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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包过来 那但是抓蓝博对方有精神 抓上端的泰龙有个大招 的确现在对于香锅来说 选择比较少 对 我们看鳄鱼现在出了个弯道 莫非破败鳄鱼 他现在还是要带线 其实我是有看过鳄鱼出破败的 就以前的版本就是他有一个额外的加速嘛 这个加速对鳄鱼 踢不踢得到ADC 有些时候就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还是出了攻击撞的鳄鱼 中路的兵线 现在对于IG来说他们其实不急 他们的阵容在 后期的团战能力上面也不差 阵容上面感觉推中塔是有难度 现在更多的看野区的视野 争夺里面能不能利用蚂蚱的一个先手 想办法先抓掉先剪圆以后再来做推进 Rookie躲在夜幕之中 肯定先过来推进 这波是偷点 进 进在塔下是有大招的 所以这波期的IG 还是要注意中路推进的一个时间 现在经济的话 是有一个5000左右 5000块对IG来说22分钟 虽然不像上一把25分钟 Rookie能扩大到8000到1万的一个经济优势 还是现在有两条火龙在手 现在好像是想抓一下上路 Rookie已经先翻过第一道墙 第二道墙过来 Q竞争直接跳到脸上 W打出一下被动 鱷鱼剩下半条血 KID趁在后方赶到 有进入一闪的距离吗 雷米下一个E竞争已经赚好了 鱷鱼及时的一个逃脱 打藏到上单 Rookie现在还有半血 看一下 但IG现在中塔不破 要动这条大龙太难了 是 而且是要抓一下东方兰博 第一枪没有打到的话 后续就只能全靠拆了 打到第三发子弹 直接被Duke的一个铁血盾给挡掉了 这波应该是想配合 近的先头缓速跟新的拉的爆发 能不能抓一下兰博 来一级的推到画局 闪现节俭 小虎拿下一个人头 Mega绑到小虎 但后续输出来的比较慢 Duke最后还是考取以后 拉闪现离开 这边KID进场 鱷鱼夜瞬间的来到战场 后面Rookie这时候到来 两边是四打四的一个局面 这两边都有一个C位倒下 这两边没有撞到人 不过刚才麻辣香锅 那个反应非常的快 直接一个闪现E接到了控制 把马 骂起来 对 麻辣香锅的一剑人用的确实刁钻 这么难道有一个机会被他们找到 非常果断 直接闪现E接 接住一个控制 这控制来自于静的一个先手 但Mega反手的一个伤害 跟一个人头术领先的一个蓝薄 伤害小虎有点扛不住 主要她这把也没有出任何的魔抗 她没有去出深渊这种装备 在劣势方选择了直上虚控 因为右边每个人都是有魔抗的 对 现在这一波就没办法这样抓 这个机会是马辣香锅在细缝中找到的 因为现在Mega已经有了水晶失贷了 是的 我们看香锅这边也是选择出了输输桩 出了一个 出了一个深渊 对 做一个刺客型的蜘蛛 Rookie在下方在等待 AGAN的一个进 AGAN是选择绕自己家高地 走到中路 非常的保守 这波又进去了 这条龙又是火龙 IG三火龙的部分 他是想正面打火龙 然后有人过来的话 太狼就把他从后面进去 他这样子三条火龙 三条火龙 三条火龙比赛输过没 好像还没见过 三条火龙的胜率应该是100% 这可以回去统计一下 三条火龙感觉要输有点难 这个伤害加的太多了 主要你能拿到三条火龙代表 前面的优势也很大 对吧 在这场龙也很给力 来又是闪现大 又抓的是卡马 闪现一 一一想走 但是太龙进场 这波把两个人全部打残 而给一刀 再给左边的卡马一刀 双杀 LUKI的刺客进场 刺客信条 拿下人头 正面雷密的一个表演秀 能继续吗 没有 最后是被吴希安拉达配合 LUKI在后方黏住的伤害 LUKI作用三杀 这时候 RNG的中叶 还来不及回防 多多二塔要硬身倒下 这一波是在 拿了三条火龙之后的一瞬间 Megan的一个闪现的大招 将这个比赛 又是拉破了 而且DUKI在攻高地的同时 直接下了一个大招 小虎是用Q技能把兵给清空 逼迫RG退开 这个高地是守住了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伤害是非常的高 感觉LUKI的泰龙是 玩得非常有心得的 是 这英雄 他出现的位置 他埋伏的位置 以及他对地勤的一个判断 因为用的好 你等于泰龙有短时间内 无限多的一个位移 但用的不好 你会觉得你好像少了一个技能 会觉得他腿很短 因为他连被动都不带 一般这种技能 都还有给你一个被动做一下补偿 这一把泰龙6-0-4 支持MVP了 泰龙到处的翻山越岭 配合兰博 又是 当我在 翻山越岭的另一边 为你有点难走 后面是Duke MVP这边有闪有炸 这边要不要选一下 导致直接交传送 传送都没转 这伤害 其实他原地传送 你觉得有没有机会 我都没有看到 贺瑜大招那一下就结束了 他主要他传送没转 对面其实没有 留下他的能力 就是看到那个杀翼的时候 直接交传送了 没有把他留下来的能力 他有把他送走的能力 直接秒掉的能力 对 这个伤害刚才也看到了 因为这个鳄鱼也是出的是 一个基本上纯束出的一个路线 他其实空有血量 但他没有任何的防御能力 再加上三条火龙 配合他 泰龙和兰博的ADAP的爆发 扛不住 鳄鱼这个点 Let me 熄火 RNG这一把 节奏点 打不出来了 就是如果是小狗上场的话 其实我们还可以期待一下团战 如果他选择是一个团战ADC 比如说是一个女警 RNG可以拖到三件套 四件套的时间来接团 但现在RNG可能这个胜利的模式也不在 你拿的毕竟是一个进 跟上场的选手无关 是的 中野的话这一盘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哇 这边MARG很 的确是打得非常的激进 但有水银世带打得很凶 藍波过来一个大招 左边是泰龙 这波上场上进场爆发 打出两下的被动 DUK闪现火烤 卡阿玛直接被烤死 后方小虎赶紧推了一个一技能 想走 马拉乡过也是脚闪现 在被Rookie翻墙 再往右翻 收下人头还不多吃一点伤害 Keyton就追着这个小虎的辛德拉 随到天涯海角 一技能肚皮直接撞死 我们刚才看到ID这边也是从各个方向进场进行包夹 这真的是 又想到那个天雷帝火 但泰龙这个是什么 飞镖吗 主要前面会觉得MARG在浪 但是你后面看到 藍波跟泰龙的位置就知道 这波MARG绝对不是个人的判断 应该是队伍叫他 你上去麦一下 留一下 ID靠麦自己来打前手吗 勾引一下打前手 对 其实很成功 因为一般来说 辅助对面不一定想抗 主要是这个诱惑力是最大的 对 一个AD走在你前面 这波鳄鱼反向逃闹了 对方也去一整圈 能不能出来 看起来是可以的 那有一个针眼 是自己加了一个针眼 可以靠在这个位置回去 对 确定这边没有谁 还要往前走 因为泰龙好像 队友是来接应的 对 Rookie少了一下 看到对面放下的守卫 就顺便排一下 这位阿宇是顺利的逃脱 但现在RG的优势 已经快拉到一弯了 三条火龙加一万的经济 虽然没有拿到大龙 但对于RG来说反击点 真的不多吧 就说要打多打少的团 有点难 你会发现这个禁的装备也不好 而卢西安这边已经三个大剑 加一个守纹头戴了 对 然后辛德拉这边的话 是有很多的穿透 但是整体的AP是很低的 鳄鱼的话 现在输出状态也不够坦 就他现在能击杀的人不多 可能伤害就只能灌在卢西安手上了 但是你现在把卢西安处理掉 对方的上中的伤害 都可以把残局给收光 IG直到自己优势有很大 视野充足的情况下来动那条大龙 这是RNG的反击机会了 我们看RUKI的位置 三条火龙打大龙速度还是挺快 增加三成不到的大龙血量 好像来不及他有心 前面知道有一个蚂蚱在守着 像这样子 下一条水龙 有点十秒钟后要刷天 但我觉得现在对于IG直到水龙不重要 是的 赶紧的用大龙buff的时间 再拿一路高地的话 胜率就拉到了99%以上 主要是RNG这边这个阵容 到现在没有什么翻盘点 没有所谓的完美团来讲的话 也没有所谓的大型的AOE 大型的团控 伤害不足了 就你现在 新的拉的一个爆发打完 能不能灌死这个泰龙 我觉得都不一定 这波一打二 RUKI 后面是有蓝波的接应 正面直接秒掉 一个蜘蛛 我们看这个伤害非常的恐怖 而且自己的大一魔刀触发以后 再利用墙壁 拉开了 鳄鱼想换他的机会 而且还把三千给逼出来 最后Duke赶到 又是一波零换二 RUKI秀的飞起 这一盘最后一手 这个泰龙的选择 确实让RUKI打出了非常好的笑 这也是RUKI恐不出的 就他可以告诉你 我这英雄跟正容很搭 但我不是 就是被逼迫到要 对对对对 不得不选这个英雄 而是我确实旅行完就很好 好 上路的高地 是最后一座了 下路这边 在自己 上野被击杀过后 IG的双人直接 推掉 这波兰博的大招 还差最后的四分之一 又是上路最后一个 这个是这一局 哇 这波伤害爆发直接打到 最后是小五进去 终于用大招 中间殺荡掉了RUKI 但后续上路好像没有人 可以去守这个高地水晶 三路的水晶同时高波 这轮场面和上一局差不多 就是在最后攻这个 高地水晶的时候 还是会出现一些小失误 是 这样子的话 说完精进 拿完小龙回家等RUKI复活 才重新整最后一波 RUKI的伤害刚刚应该是 没算准 只要他刚想拉掉 但被对方给控住以后 好像没有离开塔的这个 范围 就是真实视野范围 马拉三公不得不说 算是在这种局面下 马拉三公的意义 还是非常的精准的 不管是下路那一波 死亡了还是这一波 以及中路去 遇到了这个 遇到这个 这个 这个 麻吉的这个 就是西安 他总是能够接到 对面的队友的控制 还有这些狭小的地方 反应非常的迅速 是的 H中路这波 虽然是阵亡了自己 刚刚也超神的一个LUKI 但对比赛的影响真的是太小了 但可能对RNG来说 是一个翻盘的消息 就是说我现在的伤害 还怼得死这个太龙 如果刚刚那样子 都打不死这个太龙 那基本上就 我们可以说没有翻盘点 因为太龙 刚才的话也是配合上塔的伤害 以及大招其实是没有打死的 最后是被那个 天举三花的异技能推死的 对 这一盘的话 三路兵线代技学 配合上大龙Buff的三路兵线 是非常恐怖的 下路 蜘蛛是上吊 躲过了回身的刀锋 打出最后一段伤害 这波RNG身上是 没有收五点水 所以直接被鳄鱼给带走 但后面蓝波的一个大招 直接带走Double 反向被 蜘蛛追着 追着AD跟上单跑 而且另外一边 MARG这波是很 积极的带推 一技能 闪躲掉一个捷键 两枪爆发 蜘蛛在天上 被红BUFF给烫死 那就 宣告 第二场比赛 IG要以1比1 追成平手 最后还秀了一下 就是 见一下全身 对 只要是 蚂蚱已经是把这个 鳄鱼以及 对方的人都驱开来了 就是连AD好像都回不来 这一盘的话 其实和上一盘有点类似 就是在上路上半区打了一波 中上野它三打三 哪边赢了哪边哪边就很顺畅的 把这盘游戏就可以结束掉 对 因为感觉双人线在两场比赛里面 起到的作用都没有那么大 对 又不是说 不尽力 而是说 怎么说这把 像中野的一个的确成分太高了 两盘的曲线都很像 对 都是一个 中上野打出来优势以后 就是一个 比较顺畅的把游戏就进行下来了 对 但我觉得胜利的方式好像有些不太一样 就是上一场比赛 NG是利用透过团战的一波团面 拿大龙来赢 但这一场其实 IG更多的是去打压你的鱷鱼 边线 就让Rookie这个太龙 能够比较好的发挥 他的这个机动性 他的这个刺客的能力 对 而且也因为阵容的不同 我们看到Rookie的伤害 打出了2万6的一个太龙 是 这伤害有点夸张的 他的进场时机 我觉得抓得太好了 因为我觉得一个太龙 玩得好不好 就是 你能不能选择一个对的时间进场 因为这一盘的话 也没有大型的团战 所以说两边的伤害 都来得不是很高 就是不能说 就说好吧 就说我催吧 我真的觉得这把太龙玩得很经典 就是因为我覺得 LPL的太龙出场率还是相比 偏低了很多 对相比LCK偏低了一些 但是这把已经看到 太龙这个英雄的可行性 他对前的确不好说 你看到前面小虎其实是 一直在压着太龙打 因为太龙现在的这个机制 已经是被迫要叫你 不能像以前那个版本 远远地丢W刷刀 他现在被迫的 你要上去选择Q竞争去换血 其实我们发现 Rookie在换血的过程中 其实补刀还是没有落后的 他是说血量有点低 但是回家出了那个 水晶瓶可以一直补血以后 你会发现反而是 把小虎的蓝压得非常的低 而自己的血量 是通过吃药吃了回来 而且几波的团战里面 他跟地形的这个 配合 配合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有一波 应该是自己在 F大阪区吧 红Muff那一波 我觉得也很精彩 他几次的翻墙 其实他是有布局的 就是因为你墙在短时间 只能翻一次 所以他是有绕了一个圈 那等于是给自己多次进场 跟离场的一个机会 完全是非常非常的专精 这把比赛 IG是 的确跟上一把 两边其实这个版本 我不知道阿布同一同意 就我的观察是 感觉这个版本 其实比较难翻牌 是 这个观点我是蛮同意的 并且我觉得这个版本 帮上路的作用可能会更加的影响战局 就是上路的优势和劣势 对于游戏中期的影响特别大 然后并且能够更加的左右战局 那两支战队各拿到了一分以后 下一场比赛 IG选择了蓝色方 那两边的BP 会不会回到跟第一场一样 而且这一把其实在最近的比赛 现在我们看到 比较多的LPL队伍放弃了蓝枪 然后选择蜘蛛这种高优先 就选择前期可以带动 节奏能力的一个英雄 但这把其实RNG 不能说我觉得小果打不好 必须说他其实 就是那一波三 零换三 打开了非常大的一个差异 那下一把 IG回到蓝色方 会不会两边 再对盲森跟蜘蛛 有一些想法 我觉得也是 因为盲森目前都没有放出来 以IG第一把落败的角度来说 落败的情况下也没有放 这盘赢了 感觉就跟我们也比较放 对 但是有趣的是第一把 其实是选择了 南枪高优先级 正常高优先级的英雄 然后RNG第二把是选择了蜘蛛 然后但是九桶最后都赢了 所以九桶反而成为了一个 T2的打野 但是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都是选择了 获胜 都是拿到获胜的那一方 对 他的反手能力还是挺优秀的 这一盘毫无疑问 是吗 MVP给多了Rookie Rookie的MVP值也是来到了11次 回去我再统计一下 就是这个MVP次数 应该也是绑上前几名的 对 我觉得可能 估计第一加二了吧 应该 应该没有这么集中的MVP值了 对 然后你看他的这个伤害占比 重点是 一个泰龙刺客型的英雄 我上次看那个微博 就最好笑 就是那个 就是有一些段子嘛 就什么Duke又被这个Rookie 就是 又被Rookie给抢走MVP了 就是感觉很难拿 因为毕竟自己是冠军上单嘛 对吧 来到RIG的比赛里面 其实我觉得Rookie Duke也是发挥了很稳定 但是你面对一个这种 进攻欲望很强的中单的时候 他更容易亮眼 就是在赢的局中 往往Rookie会更加的亮眼 对 对 你看藍博勒场的大招 其实都是下得挺关键的 但是Rookie还是用自己的操作 去抓住了观众 以及可能赛事 就是评分MVP单位的青睐 而且数据打折也是非常的完美 是的 那第一场比赛跟第二场比赛 两边各有一分的情况下 要进入第三场的决胜局 那我们稍微喘口气休息一下 精彩的比赛马上回来